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订阅我的观众来观战一把草哥的前锋 制容方面的话并换祭司先知配前锋打女巫 女巫打这套阵容 不是特别舒服啊 不过上来这个点为抓祭司呢还行 他如果说能打一刀狗子一放咬到 祭祷还是可以打的 但就抓祭司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的二六 祭司但凡有一个先知的鸟能给上 第一波他就有可能溜起来 如果第一波鸟没给上 第二波给鸟冲进医院 他也有可能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逼闪 这我们后续再来盘 走来看第一波的一个祭祷 这个身位的话这块板子能玩 砸了个头漂亮 祭司这波牵制 直接一个穿洞啊 拉地形进医院了 对进医院是最好的 进医院的话呢 这边吃一刀也没关系 我听过一二楼 主要是什么呢 进到医院以后有一二楼 狗子就不太好咬 狗子就不太好咬 这边是本体狗先放出来 然后祭司这边也没有要进医院的意思啊 刚才要进的话也进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祭司的一个安排 我们去投给到祭司 他这边应该是跟队友有过交流 然后是想要卡板子来卡狗 第二只狗这边怎么卡 鸟给上票 两只卡狗卡的完美 这只鸟给的是比较求稳的 不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狗也被他卡掉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本体狗被卡掉 整个局势算是祭司的 祭司的一个全面开花 牵制的好 然后这边拉的点位也不错 因为附近还有一个前锋 这个点位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前锋待会后续如果来帮忙保一波 这个祭司拉满了 这个祭司拉满了 像我这种就是对吧 牵制能力不强的呢 那脑子里面就两个字 医院再躲开 但是人家对吧 这个技术在 有底气 整个牵制的话 这轮牵制完 我觉得穷者已经是奔着斯文开门战去了 后续的话就看这边 这边的话女巫是选择换人来抓 但是先知的机子已经点掉 女士将这边应该还有一些遗产吧 这里最后两台机 这台遗产修不修也无所谓了 因为这边病患的机子已经修过半了 前锋这边再修最后一台 就看后续了 这把的话还是祭司的牵制好 观众的话 其实想要学牵制的可以去 把这视频点到前面 重新再看一遍了 现在的话呢 因为直接给大家分析呢 我脑子里面一时半会儿这个画面和那个它的一个路线比较难去给大家讲啊 但是重新看一遍的话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 当时他一个选择 包括他为什么不进医院 包括他这边的一个卡狗的一个选择 他可能是想要通过 因为进了医院以后 我们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交互点就少了 对不对 就两块板子 或者这边再加一个窗最多了 而且呢板子在二楼 你这个窗在一楼 对不对 就你可能卡不了 这个狗还是要吃一刀 但是我在外面这边两块板子就不一样了 这可能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 以后呢就是 对吧 我这边在修密码机 你不要倒到中场来 不要干扰密码机 你的前期的牵制时间够 对吧 你倒在原地 我们外面密码机能修开 这个局是可以打三人干门战的 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安排 我们看这边的一个密码机 密码机是留了一个大三角 机子的话已经压好了 没有办法去压遗产机 就看这波救人了 这波救人女巫得打怎么样呢 他得打一个救不下来才行 他得打一个救不下来 这里病患应该是去贴门了 救下来 好 挨一刀 后续再来抓这先知 抓的其实不算慢的 只不过就是因为整体的时间 前期花在机子上时间太久了 花机子上时间太久了 这密码机点开 切闪来秒嘛 切闪来秒 切闪快快快快快 哎呦 完了 这刀没打中的话没了 因为这个信徒 他再往前走就超出距离了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 这么急的去打这一刀的原因 三跑一定 三跑一定 前方这边直接拉球冲了 然后先是被跳地匠 这把的话 NVP还是要给他祭司 就喜欢玩穷人者的 对于牵制上面对吧 不是特别理解的 看一下这把的一个牵制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可能要四跑 可能要四跑 没什么太多可盘的 就是牵制的好 就牵制的好 这边 闪现 大家还留一个给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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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对吧 做人留意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